柬埔寨金邊豪華公寓內 三名台灣幫派分子 頭身體被連開多槍殘死 人們最初懷疑是大陸黑幫 搶地盤 嚇死手 經過一天案情大逆轉 竟然是好友三人相互殘殺 根據柬埔寨警方調查 小林和小辰小葉 因為強女人爆發爭執 小許先下樓 小林竟然掏出槍 射殺小辰和小葉 在自己尋短好友相殘 直到小許返回公寓發現 才報警 死者阿姑完全不信 還說有人警告要他閉嘴 同樣在台南 這位被害人 則是幸運討回台灣 26歲小辰 他8月初認識一名女網友 相約泰國曼谷見面 卻被帶到緬甸KK園區 但小辰家人已經報警 他順利被釋放 22號搭起返台 但仁舍集團卻不甘心 放話機場賭人索討三十萬賦金 根本說會到機場接我 詐騙集團有一套訓練課程 取網路假名後模擬考試用三個禮拜 滿月就能上工 但他親眼目睹 有人業績太差或是偷拍照 被電擊棒毆打關水牢 導致精神崩潰 甚至帶去公海監禁活摘器官 AK47把你逃跑著牆壁 天上掉下來的甜蜜戀情 小心可能是人蛇的愛情陷阱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您的支持